因為都是健病人維持 這是最重要的事 而為何我們這麼無奈 因為在廣東我們還有辦法去改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條例真是無可能 很多人未談過 未談得完 其實很簡單 問回自己 我們已經考試 如果那個standard不夠 我們都要重考 不可能會改任何的standard 這個就算是香港 任何地方來的 都保持一個standard 全世界都是有不同的情況 第二 我們為何政府不聽我們說 其實我們都只是很想 1 to 1 ratio 的投票率 我們沒有說不增加任何非醫生的委員 我們是很留意的 我們都是6加6本人 一個人打得多 其實加15個 其實是更好 更快 我們能夠多到病人 過這個1的情況 所以其實政府所說 加4個非月間委員 那些只是表現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政府不想我們知道 我們經常說 我們不悶到 經常都說醫生病不悶到 其實我們看回裡面的條文 其實我們很清楚 政府你們想做什麼的 所以為何我們因為這麼多人來 這麼多人 反對這件事 希望你們聽到這個聲音 真是再給我們時間 他們真是看到香港情況 多謝各位